以免工作人员紧急待命 美国西南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 从佛罗里达州飞往加州 没想到起飞没多久 引擎传出故障问题 紧急在奥兰多机场降落 飞机当时并没有载人 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下令展开调查 由于半年内接连发生 失航与伊索比亚航空两起空难 波音737 MAX 8机型已经被停飞 似乎会有至少一月 可能更多 由于对安全的疑虑 印尼航空公司率先宣布 取消波音订单 现在大陆民航局也宣布 暂停引进这款飞机 而正重新评估采购方案的 还包括这些公司 从伊航空难后 波音股价至今已大跌11.9% 市值闪崩超过8200亿台币 如果你是波音工作人员 我会得到是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订单被取消 损失的不只是波音公司本身 还有将近16万名员工的未来 恐怕也将大受影响 大爱新闻旅方编译 总是